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女孩蓝燕因父母离婚 父亲忙于生意 被繁琐在家里时 绝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去演那种电影 并成为征服俄罗斯的女星 蓝燕有八分之一俄罗斯噱头 她的外增祖父曾任黄埔军校高级教官 祖父是上海水产大学教授 父亲本来在法院工作 后来下海开了个物流公司 生意做得很大 虽然从小在丹京家庭长大 蓝燕一事无忧 教育很受重视 一直跟随祖父学习英语 俄语等外语 并报班学习绘画 主攻西洋美术 2001年进入上海异校 在异校学习的时间 蓝燕经常跑出去做一些工作 其中就有跑龙套这个工作 也正是因为经常跑龙套 蓝燕就对演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2005年便只深前往了俄罗斯进行发展 出演了《蝴蝶之吻》这部作品 并且还让其获得了俄罗斯当中的本土电影《票房冠军女主角》的称号 也凭这部电影获得了欧洲人对她东方第一美女的最高赞誉 可爆火之后的她选择回顾发展 虽然由于出演了《蝴蝶之吻》这部作品 由于这部影片是欧美那边的 国内却鲜为人知 2007年直到她加入香港英皇集团 事业才开始有了一些起色 可惜始终不闻不火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更多的时间 都跟着老板杨寿成去参加各种活动 充当背景板 不过这也给了蓝燕一个结识圈内大咖的机会 在每次见到大咖之后 她都会主动合影留念 其中就包括昔日 无限无虎将中的黄日华和苗乔伟 以及港圈大佬曾志伟等等 当时这些男星也没多想 毕竟跟美女合照总归是一件身心愉悦的事情 更何况不看僧面看佛面 跟杨寿成一起出来的艺人 大家多多少少也要捧歌唱 可他们哪里能猜到 这些合照都会成为日后惊天一爆的素材 功力差一点的 几乎被搞到妻离子散 蓝燕在香港娱乐圈混迹一段时间后 体内的野性和野心一起苏醒 傲人的上围也逐渐显现 她不仅穿衣风格越来越性感 连生活作风也变得豪放起来 曾有港媒拍到蓝燕 深夜在酒吧与三名男子 一拖三 日子过得是逍遥又快活 但当已经24岁的蓝燕 看看身边的朋友和当初上戏的同学 已经成名成万 再看看高开低走的自己 心里多少有点着急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 才让蓝燕有了孤置一注的决心 有了决心就差机会 很快 蓝燕就有了一次很劲爆的机会 拍完《天地因缘七仙女》没多久 英皇就为蓝燕送上了三滴肉铺团之极乐宝剑的剧本 问她有没有兴趣 当时给到蓝燕的 只是一个戏份不多还得脱的配角 蓝燕想着既然衣服都已经脱了 还不当主角 那岂不是太亏 于是跟剧组协商 自己可以拍 但一定要当女主角 但剧组回复说 女一号已经定了人选 可以增加蓝燕配角的戏份 让她在戏份上超越女一号 面对这种糊弄鬼的话 蓝燕并没有相信 而是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土豪做法 用钱杂 蓝燕带资金组 入股剧组背后的公司3D数码娱乐 成了股东之一 凭借着财大气粗 蓝燕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女一号 饰演铁玉香 在经过多年的实战演练之后 蓝燕早已不像拍蝴蝶之吻石那么青涩 这次面对导演的各种要求 蓝燕不用再像当初一样想象在野马上驰骋 也能完成得超乎导演的想象 凭借前凸后翘的身材和逼真的演技 蓝燕把铁玉香演绎的活色生香 美不胜收 电影拍完后 进入宣传阶段 有时演员为了宣传电影 多多少少会在接受采访时 爆出一些陈年往事以博眼球 增加电影的宣传效果 香港娱乐圈更是深谙此道 但所有人都没料到 蓝燕竟然选择惊天一爆 这一爆 不仅在香港娱乐圈掀起一场大风暴 还把众多男星都拉下了水 这一年 蓝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自爆曾与导演唐继理有过一段豪风艳势 原来两人在拍蝴蝶之吻那年 就在参加北京演艺人协会的活动时 有过一面之缘 次年 蓝燕经朋友介绍正式认识了唐继理 没想到唐继理竟然还记得他 在彼此和尔蒙的骚动下 两人很快擦枪走火 初次交锋 蓝燕就甚感满意 尤其是唐继理超规格的软硬件设施 更是让他念念不忘 讲起来事无巨细 如属家珍 蓝燕本以为遇见了爱情 可后来他才发现 自己和林心如一样 只不过是唐继理的经验包 对爱情的幻想破灭后 蓝燕才决定彻底放飞自我 走上艳星之路 第二天 这个消息毫无意外地 登上了某杂志的头版头条 不仅所有港媒坐不住了 就连唐继理本人也坐不住了 虽然蓝燕对唐继理的能力充分肯定 甚至还点了五星好评 可唐继理却失口否认 声称他和蓝燕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这篇诗实的报道 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后来 唐继理的朋友也纷纷出来帮忙讲话 声称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蓝燕这个名字 再加上蓝燕也选择降温处理 事件才慢慢平息下去 但很明显 当初唐继理的奉劝并没有任何的卵用 没过多久 蓝燕就在一次 以一种极其生猛的姿势 冲上了娱乐媒体的头版头条 2011年 港媒爆料周杰伦曾追求过蓝燕 但遭拒绝 这个爆料得到了蓝燕的肯定 再次让港圈一片哗然 随后杂志周刊上 刊登了蓝燕的爆料 蓝燕自爆 当初周杰伦在拍完电影《大灌篮》之后 两人曾有过一范之缘 后来周杰伦去了北京 曾一天打四个电话给他 想邀约他吃饭 面对周杰伦的主动 那时蓝燕有点不知所措 毕竟当时周杰伦在台湾发展 而自己则在内地发展 如果真的在一起 异地恋或许会很难受 再加上自己喜欢成熟稳重的男人 而周杰伦还只是一个嫩嫩的小男生 蓝燕还担心 周杰伦有太多年轻漂亮的女粉丝 自己没有实力能走到最后 综合各种考虑 蓝燕决定主动拒绝 放弃这段感情 面对蓝燕的善意拒绝一说 周杰伦的回应很强硬 我现在已经百读不清了 对于想红的人 我只有一句话送给他们 请靠自己的实力 但周杰伦的强硬回应 并没有让蓝燕安分下来 他开始调整战术策略 把定点锤调换成了撒网捕鱼 蓝燕在自己的社交空间 发布了他与很多男星的亲密合照 暗示自己追求者众多 然而 众多男星看到照片后开始头疼 这怎么兜兜转转 还转到自己身上了呢 面对这种非来横祸 众男星对行整齐 一致与蓝燕划清界限 但桃色新闻向来是简不断力还乱 苗乔伟就因为这件事 差点和妻子闹到离婚收场 经历了接近一年的自杀式炒作 蓝燕的一举一动都深深牵动着港媒的镜头 以及那些和他有过交集的男星的心 可没过多久 蓝燕再一次搞出了事情 2011年3月18日 一直活跃在镜头前的蓝燕突然消失 谁都联系不上 这让很多人都紧张起来 谁都摸不清这个小妖女 这一次又要搞什么 随后有消息传出 蓝燕因为拍三级片压力大抑郁而自杀 也有消息说 是因为蓝燕得罪了人 被人绑架 就在所有人都不知所措的时候 蓝燕却又自己悄悄地回来了 2011年4月6日 25岁的蓝燕召开记者发布会 解释之前失踪是因为算命先生告诉他 那段时间需要去佛门清静之地潜心修炼 这样日后才能转运 由于他独自一人前往重庆某寺庙吃斋念佛 遵守规定 没有带任何通讯设备 因此给大家造成了失踪的误会 对此他表示道歉 蓝燕再次用这种行为艺术般的方式 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 而他的自杀式炒作 也的确为他换来了肉眼可见的回报 一周以后 蓝燕主演的3D肉铺团之极乐宝剑在香港上映 以崔库拉朽的架势拿下了4100万票房 成为2011年度港片票房冠军 25岁的蓝燕终于一坨成名 成为万千宅男顶礼膜拜的性感女神 而众多与他有过交集的男星 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肉铺团似乎用光了蓝燕的所有好运气 在此之后 蓝燕又出演了很多影视剧 其中隋唐英雄还拿下过湖南卫视的收视第一 但这些角色都没能超越铁玉香 也再没产生过那么大的影响力 2019年3月 33岁的蓝燕在微博宣布自己要改名 可惜改名后的蓝燕颜 并没有迎来新的事业高潮 而是继续买买买 他曾因为乡中一个地址中的吉利数字 就在上海市中心买下一套高端住宅 但尽管不缺钱 蓝燕颜却依旧活跃在娱乐圈 就在今年1月份 蓝燕颜还有一部名叫《武神苏起儿之红莲》 重古的网络大电影上映 只可惜口碑扑接 收益也不乐观 所以真是应了那句话 小红靠捧 大红靠名 蓝燕大美女有钱不假 但于圈这晚饭还真就不是有钱就能吃上呢 只能说这位出道就曾征服俄罗斯的女星 仅靠一拖就曾登顶岗片票房的女神 心态不是一般的好 为了星点水花都是愿意放手一搏的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